河掌制的要求 去年10月份开始 长沙市河掌制工作办公室 对长沙一江六河的信息 进行了调查 摸清江河情况 逐级建立真实客观的 江河档案 实现一河一档案 有整个可能以后还会有 整条河流的航拍资料 有图片 然后有地理信息 有承车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基础设施情况 它现状的水质情况 有个给它身份登记一样的 在此基础上 长沙开展了对 一江六河2017-2020年 综合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包括水资源保护 水域暗线管理 水污染防治 水安全保障 水环境治理 水生态修复等六大任务 除了江河治理 长沙市还加大了 对城市污水处理力度 位于湘江新区 杨湖大道以南 近江河以东的杨湖再生水厂 就在全省首次采用了 微生物处理 与人工自然相结合的工艺 污水在经过 杨湖再生水厂处理后 水质能达到国家一级A类标准 水也将可以进行再利用 我们所处理完的水 一部分是给我们那个片区 作为一个中水回用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道路交洒 氯化 冲测 洗车等 还有大部分的水 是通过我们的湿地公园 然后再排入到我们的湘江 污水进来 然后我们达到湘江的水 是在排放出去 实际上一个污染物的 一个零排放 宜居一夜 是生态文明城市的标配 继三年遭绿大行动之后 长沙于2017年开始 全面实施新三年遭绿大行动 建设城在林中 陆在绿中 人在井中的绿色城市 净显长沙生态之美 人文之美 城市之美 数据统计 2017年1月至8月 全市已新增绿体面积412公顷 人均公园绿体面积 达到11.56平方米 人均公园绿体面积 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平方米 2017年1月至11月 长沙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累计252天 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75.4% 原来我们在南郊这一片 要去锻炼的话 就是后来建了个南郊公园 以前都是要跑到历史公园 那边娱乐商那边去 现在就方便多了 在自己家门口 能找到这样的活动场所 是很有意义的 搞得还挺好 我们就洗的 洗好 合金卫生好 无法也搁得好